大家好 欢迎来到戴安的频道 这是一个关于慢生活 旅行和教育的频道 秋天来到了 戴安特别想到可以带着大家 跟着我们来领略秋天的风光 我们随走随讲 这是第一次我和女儿一同上镜 一起来录制节目 我称这个栏目叫随走随想 大家喜欢的话 我们会有之后的随走随想第二期第三期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入长岛大景的Kings Point Park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戴安的农场生活 我是戴安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戴安的农场生活 欢迎来到戴安的农场生活 大家好 今天来尝试做一个随走随拍的影片 因为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落叶很漂亮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沿路都有很漂亮的叶子 也是这种随走随聊 我觉得可以很随性的去跟大家聊一些话题 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锻炼 大家可以看到 这么喜乐的孩子 一看就是边运动 谢谢 乖乖 还没讲完啦 谢谢 拜拜 一看就是锻炼中很开心 我就想到今天呢 有跟一对牧师师母在聊天 然后他们自己也是抚养了一个特殊的孩子 非常的辛苦 我们讲到就是因为这个关于成人 特殊孩子 成人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需要预备的 比如说居住 将来就在哪里 有没有知识系统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讨论的部分 照顾者的问题 因为我们身为特殊的孩子的家长 都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陪着孩子一辈子 当然煮若允许 煮若许可 我们的寿命可以很长的话 当然我们是可以陪伴我们的孩子 但是这些预备 给孩子的预备还是要做到的 透过今天的践行让我想到提摩太书第四章有讲到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唯有敬虔可享有益处 享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 所以我们百分之百的相信神 敬畏神 依靠神 其他的我们的孩子 他们的将来 我相信上帝都会预备 那我们自己做到我们能做的 因为神所给我们的 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够承担的 所以我们就尽力去做我们能做到的 做不到的 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 来应议 来应允我们 家庭我们智慧 能力 与我们同行 今天其实是没有带这个 拍摄的棒棒 但是呢 我们还是可以录 而且是非常非常 放松 Semi Chuka Hamida Semi Chuka Hamida Yes 现在你讲韩语啊 昨天我们去韩国人的 理法店 然后 他们都讲韩语 然后是泡面 然后我们家 小妞 会讲的就是 Semi Chuka Hamida 祝你生日快乐 还有 还要吃泡面 你有泡面 还有一大堆就是韩国的食物 比如说 泡泡吉 泡河吉 泡泡吉 一大堆韩语的食物 泡泡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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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烤鰻鱼 对 哇 从制作YouTube的影片以来呢 我觉得 我家女儿得到很多的帮助 就是她可以更多的去表达自己 喜欢什么 喜欢什么 想要表达什么 都可以透过影片来表达出来 这也是我在制作YouTube影片的时候 没有想到的 所以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 然后可以看到 然后可以看到 我的手是受伤的 因为整只手臂是麻痹的 然后没有力气 下一周会去做X光的检查 看看是不是有压到神经 或者是哪个地方受损 所以感谢主我大概 两天前 我的手腕是没有办法动的 是痛的 但是现在是不会痛 就是麻 所以我举手机的时间 也不会太长 好 你也不会说什么 你想说吗 本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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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French 本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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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知道说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在生活里头 不带任何目的性的 去做一件事情 其实是蛮开心的 就像我们现在来这里 我们在走路 我们就是enjoy 我们一起来拍电的时间 然后一起enjoy 我们在 母女在对话 在走路 在看风景的时间 其实是非常棒的 不是因为我们 烧掉了多少卡路里 或者是走了多久 走了多少mine 这种不带目的性的 去做一件事情 非常的棒 我觉得对我这种马大型的人 就是很多事情要有成效 要有目的 我的意思是说 做一件事情 要看到果效 像拿掉这个手表 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提醒 然后我们可以去享受 我们在每一个季节要享受的 就像现在 我们在享受秋天的景色 同样的 每一个季节 都有每一个季节 我们可以去享受的 神要我们去领略的风景 他真的很厉害啊 他现在已经锻炼到 穿着拖鞋就可以来走路来践行 这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公园 就是很像森林 基本上他就像森林 然后走完一圈 大概是一英里 哇 我们常常就是母女俩来这里走路锻炼 所以对他来讲 穿着拖鞋来走路都是OK的 很漂亮吧 我今天没有带自拍棒 如果带自拍棒 就是可以拍得更远一点 那今天的这个谁走谁讲呢 就录两分钟吧 因为我的手受伤 然后真的不能够拿太久 那但是还是 每个礼拜还会是 固定的出一个影片 来跟各位分享 我们的慢生活 我们关于 特别孩子的教育 喜欢大家的频道 欢迎点赞 订阅分享 愿上帝祝福每一个观看这个视频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